乳腺恶性肿瘤切除后身体多处不适案例 全身检查 结果诊断为 右侧乳房恶性肿瘤 右侧乳腺囊肿 右肺液小结结 右侧液窝淋巴结结肿大 颈部淋巴结结及胆囊腺肉 隔天立即做了右乳房全切手术 检查报告 5月28日开始化疗 原先计划要做八次 但做了三次之后 身体实在负荷不了 大姑建议我观看张医师的讲座 看完后对原始点医学信心倍增 决定8月1日到公益点接受条理 出到中心时的症状 1.头晕 脸微肿 双眼模糊 头发掉三分之二 右侧颈椎下颜麻 2.口腔溃烂 呼吸不顺畅 3.右侧腋下及进步淋巴结结 4.右肩麻 右手紧绷 手指甲呈青紫色 5.右臀外侧麻 腰酸 6.胃口不佳 一餐只能吃半碗 7.睡眠差 多梦 只能深睡一至两个小时 白天精神不好 8.便秘 2至3天大便一次 颗粒状 9.体力差 走路半小时就很累 原始点调理细节 1.每天按推一次 2.每天服用干姜片50克加红参15克熬煮的浓生姜汤 口含姜粉 3.白天红豆袋温敷4小时 晚上睡电热毯 4.每天前胸及头部搓一次浆泥 后背隔天搓一次 5.采用温热素食 借除含量食物 6.每天做壮背 扩胸 推墙 拉筋等运动 散步1小时 7.认真学习原始点理论 落实各项细节 调整不良心态及坏习惯 原始点调理后改善情况 调理第六天 口腔溃烂完全改善 右侧颈椎下颜麻改善六成 右腋下变软 拉扯感完全消失 调理第六天 调理第十六天 开始长头发 头晕改善 脸消肿 双眼模糊 左臀外侧麻及腰酸都完全改善 胃口佳 一餐能吃两碗 睡眠质量好 能睡足七个多小时 白天有精神 右手臂麻 右手紧绷以改善 举手自如 调理第二十二天 脸色佳 呼吸顺畅 头发长得更多 便秘完全改善 大便不干结 体力增强 走路一小时不觉得累 又乳腺节节痛 挤手指加亲子 改善八成 感恩张义是 无私奉献原始点给全人类 感恩志工们的心情付出